Hello 大家好 我是恭喜 咱们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个猴女速通啊 这边的话一方面看一看猴女速通的套路 另一方面咱们看看啊 猴女速通跟杀女速通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这边直接解冻出场画面 过去猴哥打一个猛打 龙女过来帮忙选杀清兵 然后再清一次 然后把这个金角给打回来 猴哥再接波动 龙女过来给无影刀 然后波动打过去 让猴哥存能量 这个无影刀故意慢放的 猴哥把能量存满再给无影刀 然后最后一波兵 再给一个无影刀 然后直接波动穿过去啊 没有没有起波动跑板啊 直接是使用下臂跑板的 然后一个镜子带走 呃 套路是一样 第一关跟杀女速通套路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你猴哥波动的时间比老沙长 第二关 第二关就不用说啥了 第二关的话 老沙平A一下14点伤害 猴哥打不了那么高伤害 嗯 也要比 也要比这个 杀女要骂 但是 清兵的话 都是 都是龙女用无影刀 没有无影刀的时候 都要手清什么的啊 猴哥的话 清的不比老沙骂 这里倒没有劣势 平A平A接下必 平A平A 打冰扇子压起身 直接带走 整体来讲还是没有杀女那么流畅 是吧 来到第三关 看一下 第三关的速度的话 应该差不了太多 因为第三关主打是小龙女 小龙女是优势 属性关卡啊 平A平A接下必打的伤害非常高 都是帮忙看兵啊 这失误的话也不爱猴子的事啊 是龙女的问题 然后再给一个钉 平A平A接下必 再过来 然后给无影刀了 然后再打一套 两下接一个无影刀 最后一下再一个无影刀带走 直接过场景 这里的话没有迷魂咒跳板啊 所以又慢一点 这边直接给双倍塔 打杨丽一下的话 他俩打得快 猴哥的宝物能力 给这摆着呢 金刚咒 然后平A接无影刀 然后捡道具 再金刚咒 主要是猴哥得捡道具 老杀不用捡道具啊 这的话差点事 就是打杨哥啊 其实 虽然说一直扔宝一直扔宝啊 也没有比啥女快 这边无影刀 解冻创画面啊 猴哥的优势就是在于 他都能打上这个双倍伤害啊 这里龙女给给镜子 龙女打镜子的双倍伤害 比猴哥划算 这一关是龙女的优势关卡 对照妖镜的伤害 是龙女最高啊 他打双倍伤害 比猴哥打双倍伤害打的疼 虽然说也差不了多少 然后打虎哥的话 就是龙女自己来啊 猴哥看兵 有老杀的话 老杀看兵 这里可以用一个大剑 然后龙女继续打 这里的话 也比杀女慢 人家人家杀女的话 龙女平平 下屁老杀 直接接一个波动的都是 这里猴哥不能打波动 打波动就慢了 整体来讲的话 猴女速通跟杀女速通 最后的话 要差出来 一分 一分多啊 其实猴女速通 也没有研究 这太凑彻 大概个人感觉 大概如果 都研究到位的话 也就差个 五六十秒那样 肯定是杀女更快 然后来到这个 金鱼精啊 金鱼精 金鱼精这个场景的话 猴女跟杀女的话 感觉要差 好多好多呀 这边直接给冰扇子 孔能量接波动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金鱼精就是两人接波动 不吃饱啊 就是谁扔宝打他都不疼 除非你叫老猪来 老猪来扔宝能打的 能打的伤害高一点 但是有老猪的话 你那速通还想快 那不太可能啊 所以说 这就没脾气了 只能接波动 两个人都接波动 猴哥这一个波动 下去四十来点伤害 老杀一个波动 下去三十四点伤害 大概猴女 接两轮波动 杀女能接三轮波动 你指望小龙女打伤害 不太可能啊 小龙女的波动 打金鱼精就二十多点伤害 所以说把金鱼精这里的话 速度差太多了 这一关小龙女打平 也打不出来伤害 猴哥打平 也打不出来伤害 属性被客观下 最后给了一个玄冰虎 然后来到蜘蛛这一 蜘蛛这一关差不多 蜘蛛女的话 镜子 然后蜘蛛女的话 防御力比较低 谁打他伤害都高 这边猴哥再给波动 蜘蛛王的话 猴哥要打得快一些 因为猴哥可以用塔 砸出来给钩子 然后再给波动 小龙女再给一个波动 应该是带走的 血一直在流 这边直接给一个塔 然后钩子 然后钩子 钩子打蜘蛛王的话 也是一个流血不止 然后杀女速通 打蜘蛛王是老杀接波动 老杀抓波动 一个波动是60点伤害 也是 完了 这个打倒的话 有可能流血要停止了 没有 没有 那还好 就是老杀是一直抓波动 猴哥的话是扔钩子 但是扔宝打boss 掉血速度比波动 抓 boss掉血速度要快 这里猴哥是占优势的 就是这个流血速度 流血速度扔宝 扔宝打到的伤害 流血速度比波动 抓到的流血速度要快 这边直接火运刀 完了火运刀 这火苗不停使唤 还诈空一个 这边再再打一下 然后这一关 这一关是猴哥的优势关卡 猴哥的波动 大逢76点伤害 轻尸72点伤害 虽然说伤害很高 但是实际上来讲 大家速度都一样 因为你抓波动 你也就是一个流血不止 对吧 人家老杀跟龙女抓波动 也是一个流血不止的情况 所以说 等于一样 然后是白相王这里 白相王这一段的话 你怎么讲的 都是卡一个门 白相王这一段的话 猴女比杀女要快半秒 为什么呀 因为龙女先进门 进了门之后 是等猴哥跟老杀那一轮门 猴哥跟老杀的门的话 猴哥在老杀的门前一个 都是卡那个门 这速度是一样的 然后再到 哎呦我去 这边失误了一下 给个无影刀 看平A的节奏吧 然后再到青狮 青狮都是抓波动 都是一个流血不止的情况 所以说 这一关 你猴哥优势关卡 你没起上作用 你看这边 小龙女卡这个门 直接巴进去了 然后猴哥 捡点道具什么的 也走 巴进去了 然后老杀的话 进下一个门 所以说 他们要快一点 这得解冻 出场画面 过去 接波动 啊猴哥波动 打72点 伤害了 这个 就直接用波动 打就行了 把宝省下来 打别的boss 啊 这边冰打掉 可以往前引满了 火扇的解冻 出场画面 没有把冰打掉 再给波动 这后边就一样了 啊 老杀 呃杀女跟猴女就一样了 血沙往外卷 这一下意识很棒 爆兵 再爆一下 扔走 然后起波动 然后再起波动 这不用打了 把猴哥波动 伤害很高的呀 再补一个雪沙 下壁杀的 带走了 然后这边来到 老鼠这里 直接一个塔 然后镜子火扇的 啥得看着给吧 给镜子 再给一个镜子 然后打进去 进去的话 打老鼠的话 猴哥应该比老杀 打得快 因为猴哥是宝物伤害 都是流血不止 猴哥是宝物伤害 老杀是波动伤害 猴哥打得要快一点 完了 这火苗不听史话 直接一点 然后给火扇子 看一下流血 看一下流血速度 停不停 然后跳钟 给火扇子 再给火扇子 然后一个塔压下来 过来 这个塔压下来 这个流血的话 应该是停不下来 因为塔是54点伤害 猴哥就这点优势 然后电符 电一下 上去直接给火运刀 两点 流血停了 他打慢了 按道理来讲 猴哥不应该慢的 但是他这一局打的话 稍有失误 两点 然后一个塔压下来 还打了一下瓶瓶 火上的应该带走了 火运刀的伤害 一直还在流 这边来到牛魔王 最后一关的话 老杀的优势关卡 但是老杀优势关卡 只能优势牛魔王 这一个boss 他打火龙 没有猴哥快 就是杀女跟 逢女自宗 这么打下来的话 打火龙猴哥 要比老杀快 猴哥是扔搞 直接流血不止的 然后牛魔王老杀的话 平A伤害高 波动伤害也高 所以打牛魔王的话 会快一些 牛神 大家都是接波动 牛神龙女的波动 就给上力了 龙女的波动 是47点伤害 然后猴哥的波动 是62点伤害 也是流血不停止 跟老杀一样 玄冰虎 最后再给一个塔 最后这一下 给塔的话 我觉得慢了 最后一下 应该给个 镜子和扇子 这边 直接就是 就是一顿扔宝 双打的话 宝指定是够 很不落 这个扔空了一个 因为抢弓了 所以说扔的比较节奏快 扔空了一个 空一个龙女雷电机 补一下伤害 龙女这雷电机 留着就赞这个用的 然后来到牛神场景 冰扇子动一下 龙女起波动 龙女的波动是47 猴哥62 然后就一直接波动 伤害都是溢出的 但是猴子跟龙女的配合 这个波动的伤害 溢出的不多 然后老杀跟龙女的波动 伤害溢出很多 但是都要等 溢出太多也没有用 也是要等一个时间的 所以说这里一样 好了 朋友们 这边也就打完了 其实猴女速通 也算是一个比较快的组合了 比较快的组合了 猴女速通 杀女最快 然后就轮 应该就到猴女了 杀马的话 其实应该也不慢 但是跟龙马跟老杀配合起来 跟龙女配合 就没有龙女打辅助 打得好 然后是猴女 猴女跟杀马 还真不知道哪个快 第二应该是 他们其中一个组合 别的的话 就没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 杀猴速通 对吧 双龙速通 这都不快 好了 那就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 我们拜拜